可以说欧战发生以来 荒谬的事没有最多 只有更多 俄罗斯总统普钦 宣布别人的国家戒严 现在乌克兰战争打了第八个月 普钦下令他并吞的乌克兰四驱 立刻戒严 南部关键城市赫尔松 乌克兰军队步步逼近 俄方展开平民大撤队 预计一周内要撤离六万人 这个星期 俄军的飞弹和无人机 攻击重创乌克兰的基础设施 乌克兰政府下令 全国限电一天 欧洲议会再度力挺乌克兰 今年把沙卡洛夫思想自由奖 颁给全部的乌克兰人民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第239天 为了反转自9月初以来 在战场上的挫败 俄罗斯总统普钦 19号对俄军非法占领的 乌克兰四驱宣布戒严 来加强对俄乌两国人民的控制 普钦在电视转播的国安会议上 只是政府成立特别协调会议 由总理米书斯金领军与国内各区合作 提升莫斯科在乌克兰的作战能力 包括供应武器和军备 克里姆林宫也命 紧凌乌克兰周边的八个地区经济动员 包括二零一四年病吞的克里米亚 通通进入终极戒备 等于变相对俄罗斯全境宣布 程度不一的戒严 未来也可能采取更高压手段 美国总统拜登直言 普京自知处境困难 只剩下粗暴对待乌克兰人民的手段 戒言令下 莫斯科在这些占领区可实时宵禁 限制移动和集会 征召居民入伍 甚至把人民移往其他地区 事实上俄罗斯在南部 赫尔松地区扶植的政府 已经开始撤离平民 乌方指控莫斯科逼百姓走人 发送简讯要他们立刻疏散 说因为乌军将对住宅区炮击 要大家打包离开 清俄官员表示 计划在未来六天撤离五到六万人 俄罗斯国营电视台则播出赫尔松居民 西家带卷 即在涅博河岸 准备登船跨河岛东岸 进入俄罗斯控制的领土 乌军在哈尔松地区 以击退俄军在涅博河西岸的据点 俄军撤出平民 为的就是要巩固在主要城市的阵地 希望宽幼深的河水 能成为抵抗乌军进攻的天然屏障 赫尔松州首府 赫尔松市人口约二十五万 拥有关键产业 也是重要港口 是俄军开战以来拿下的最大城市 赫尔松之战将是乌战入冬前 关键的意义 到时候前线可能将冻结数月之久 为了展现力挺乌克兰抗俄 周三欧洲议会宣布 把年度沙卡洛夫思想自由奖 颁给乌克兰人民 如欧洲议会议长所说 乌克兰人民也付出极大代价 这十多天来 在俄军飞弹和无人机锁定攻击乌克兰水电基础设施下 全国百分之四十的地区无电可用 让基辅首次下令周四全国限电 从早上七点到晚上十一点 网络也断线 如果没有减少用电 有可能会暂时停电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也随即召开危机会议 要避免乌克兰能源系统崩溃 TVH1综统好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